普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已經持續了四個月 過去中國一直被視為是傾向俄國 而現在烏克蘭的炮彈上 居然就出現了辱罵習近平的字樣 網友昨天捧出了一張 寫有髒話字樣的烏克蘭炮彈照片 表示終於收到了花錢購買的 祝福炮彈了